最近中国大陆有一个前首富叫宗庆厚 他创造了娃娃娃集团这样一个商业帝国 他在79岁的时候因为肺癌去世了 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抽了一辈子的香烟 也有人说邓小平抽了一辈子香烟 也活到90多岁 这个话题在西方社会显得比较可笑 但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探讨一下 那就是吸烟到底跟癌症有什么样的关系 为什么有些人不吸烟也会得癌症 而有些人吸烟也不会得癌症 要确定吸烟和癌症有直接的关系 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希望这个视频对还在吸烟和吸二手烟的朋友有所帮助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大陆有多少抽烟的人 根据最新的资料 中国大陆至少有3亿在抽烟的人 而且有7亿抽二手烟的人 包括1.8亿的儿童也在抽二手烟 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很惊人的 我们知道中国人在世界上占人口的四分之一 但是占了烟民的三分之一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么多人吸烟 这里面因素比较复杂 过去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 叫做饭后一支烟活得像神仙 但事实是很多饭后一支烟的朋友 成为神仙不知道 但是都提前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既然有这样的风险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抽烟呢 这么多人抽烟一定是有它的原因 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烟草里面含有鲤骨钉 这个鲤骨钉呢它能刺激我们大佬的烟碱 以仙胆碱受体 这个呢它能够增加我们的记忆力注意力 所以它的确有提神的作用 另外还有研究发现 这个鲤骨钉还有一定的 所谓的神经保护作用 对一些神经退行性疾病 像巴金才综合症呢 还有点好处 但是我们说到这里都不是说抽烟的好处 而是指鲤骨钉的好处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那鲤骨钉的坏处呢 它的坏处就是它是高度成瘾的一个物质 你要想借它就很难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抽烟的人 它很难借掉 这个我个人有亲身体会啊 30年以前在中国大陆做医生 我们都是抽烟的 一天抽一两盒烟非常的多 到了美国想借是很难借掉的 幸亏呢我在98年的时候啊 在中国大陆啊 抛害法轮功之前 我在美国一个偶然的机会啊 找到了法轮功的练功录像带 我照着这个录像带啊 练功一个月 烟呢就自然借掉了 一闻到烟味就很恶心啊 一闻到酒味呢 人就犯逼火 就这样很自然的借掉 那么在这之前呢 我尝试过很多方法 真的是非常难借啊 这就是它高度的成瘾性 第二个呢 它能够增加血压和心率 第三呢 它对胎儿的发育有影响 会造成胎儿出生的时候 体重低早产和儿童呢 这个长期发育的问题 如果李古丁本身 有很多的健康风险 但是还有那么一点点益处的话 那么抽烟呢 把李古丁这点益处啊 就完全的抵消了 因为呢 烟草里面它含有太多的其他的物质 造成一系列的健康风险 那么都有哪些健康风险呢 首先吸烟是导致癌症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肺癌 包括食道癌 口腔癌 喉癌 胃癌 还有胰腺癌 另外呢 就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 心脏病 中风等等 第三呢 就是呼吸系统疾病 像肺气肿 慢性支气管炎 和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它同时呢 增加了各种各样的死亡风险 造成一个人寿命缩短 那有人就说了 你要确定一个行为 和一个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 那是很难的 虽然不是所有的人抽烟都会得癌症 也不是所有得肺癌的人都抽烟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很确定的说 这个抽烟和肺癌有一个因果关系呢 要确定这一点啊 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来看看 要证明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都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它第一个证据啊 就是流行病学调查 它观察这个群体 抽烟的人不抽烟的人 最终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呢 它一定要有很充分的流行病学证据 来确定抽烟的人 它得肺癌的风险几率就高很多 在这里呢 抽烟比不抽烟的人 要高20到30倍 第二呢 它要从生物学上 能够解释它的原因 比如烟雾里面 它含有损伤DNA的致癌物质 它可以启动造成癌症的基因突变 另外呢 这个烟雾里面有些化合物啊 能够刺激细胞的增生啊 和血管的生长 因为癌细胞啊 它是需要血液来供应的 那么烟雾里面啊 就有这样的化学物质 来刺激癌细胞的繁殖 和为癌细胞提供更多的血液方面的供应 另外呢 就是DNA呢 它抑制的我们的免疫功能 免疫功能是保护我们身体 控制癌细胞的发展的 另外就是剂量和反应的关系啊 就是说你抽烟抽的越多啊 越长 你得癌症的风险越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确定因果关系的因素 有人说了 这位老先生几年前就戒烟了 那么他为什么还会得肺癌呢 那就是因为你即便是 停止吸烟了 也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啊 才能够修复和恢复 如果这个时间不够的话 那么你的风险仍然存在 另外就是很多的研究 它的结果呢 都非常一致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研究啊 它很有争议 就是因为结果不一致 但是在抽烟和肺癌之间的 各方面的研究结果都非常一致 总而言之 有这么多的证据来证明 吸烟和肺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那有朋友讲 那为什么有人抽烟不得肺癌呢 这个因素呢 也值得探讨 首先是他们在遗传方面的差异 有的人呢 他先天啊 这个对抗致癌物质的解读能力比较强 也有的人呢 他对这个DNA损害的修复能力很强 所以呢 他能够有效的 降低烟雾造成的DNA损害 从而降低呢 发展癌症的风险 这种人呢 他不光是肺癌了 那么他是各种各样的癌症呢 他都有先天的保护作用 还有就是生活方式 有的人他虽然抽烟 但是他饮食上在营养上比较注意 还有的人喜欢运动 你像邓小平他常年的游泳 他的饮食和营养 那不是普通人能比得了的 所以邓小平抽烟 活到90多岁 你抽烟就不一定了 另外就是环境的问题 很多这个抽烟的人啊 他工作生活的环境当中啊 空气污染 还有各种工样的工业废尘 还有害的物质 也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那么如果一个人 他虽然抽烟 但是呢 他不在这样的环境下暴露的话 那么他对癌症的风险呢 肯定就比那些暴露 在这种环境下的人呢 要小一些 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的问题 有的人的免疫系统比较强大 有的人免疫系统比较弱 这个免疫系统啊 跟我们的营养 饮食 睡眠 精神压力 甚至精神信仰 都很有关系 我们以前做过很多这方面的视频 免疫功能的强弱 也直接影响到 得癌症的风险 最后就是运气了 运气和偶然呢 是不能解释的现象 有的时候 上帝之手在起作用 所有运气的话 实际上 就是一个人的命运 我们经常说 一个人活多久 是上帝的事 一个人活多好 是我们自己的事 所以对那些 抱着侥幸心理抽烟的朋友啊 你就一定要注意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抽烟对你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里呢 我要请你看下面一组数据 然后您再决定 你是不是需要继续抽烟 85%的肺癌和抽烟 有直接的关系 不吸烟的人 得肺癌的比率要高15到30倍 吸烟至少增加 除了肺癌以外 12种癌症的风险 而且在美国30% 因为癌症死亡的人 都跟吸烟有关系 那么你现在 戒烟会不会太晚了呢 研究发现啊 虽然这个吸过烟的人 比从来没有吸过烟的人 癌症的风险 还是要高一些 但是在戒烟5到10年后 这个风险的降低 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还是请大家 为自己的健康 为他人的健康 为后代的健康 选择解烟 如果您在这方面 有什么体验和高见 请在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 端倪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